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势拿下了电视综艺热度榜的单日冠军 72小时播放过亿 喜提开门红 不论是首播数据还是观众的评价 都可以看出第二季果然不负期待 上周五 周山演唱了《光亮之后》 真的是听觉和视觉的冲击力太强了 这周五晚7点30分 第二期歌单又来了 据悉 时光音乐会第二期阵容强大 新朋友老朋友齐聚一堂 首期是独唱 第二期是跟好友合唱 本周将迎来周深和刘更宏的合唱 两人将会合唱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两人将会合唱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在节目组放出的预告中 周深弹跳时猜歌 看起来开心又混乱 连设口内向的阿渡也和大家打成一片了 大家看起来又真诚又随和 节目氛围真的很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看看节奏都上来了 亲爱的小孩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最快了 我先喊了 我知道 还有周深安利的懒羊羊 说懒羊羊很红的 你们看看他吧 懒羊羊 还好是我答 懒羊羊 那是什么 懒羊羊 那是懒羊羊 懒羊羊很红的 你们看看他吧 周深这是为懒羊羊发言证明了呀 看他那着急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 看来周深动画没少看 太期待第二期节目了 熬夜吧 你怎么一点惊喜都没有啊 一个平庸的人 周深老师是想要回到过去 还是穿越到未来 过去吧 今天刚唱回到过去 试着抱你在怀里 哎呀 好 就一个 就一个觉得我回到过去 就是写回到过去的人 当然是要去到未来 所以大陆一猜就猜错了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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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全网都在晒周身请喝奶茶 这是发生在小破站2023年最美的夜跨年晚会录制现场的事情 可以看到几个纸箱子上写着订单人歌王 里面是周身送给现场工作人员的400杯奶茶 这歌王也真的是过于明显和理直气壮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暖心 就连路过的庆莲也没忍住奶茶诱惑 上千围观领取 周身已经连续三年在小破站陪伴大家跨年了 不知道今年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一起期待吧 昨天周身为乐歌行现场的主题曲竹乐已上线 大家听了吗 周身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搭配上极具甜虐的MV画面 狠狠被竹乐的破碎感虐到了 周身自带仙气的嗓音真的太空灵了 太适合唱这种悲情的主题曲了 看了一下歌曲在发布之后的数据 不得不说 周身现在的真实影响力已经非常夸张了 周身不愧是影视剧OST大魔王 最近的灾状也有点好 在我身边的设计中 在这种灾状和火灾状 很高兴力的信息 但是我脾杂的不知 在这种灾状上 还有一个状态的 这种灾状 就会让你更新的灾状 帮助我 这种灾状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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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